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滾珠螺桿認識片 那滾珠螺桿跟我們一般常見的腳踏螺桿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滾珠螺桿它的內部是有許多鋼珠來做接觸的 所以它在傳動的效率會比腳踏螺桿還要高 而且它在傳動的時候會比較滑順以及精密度會比較高一點 這些鋼珠是形成一個無線迴圈 它會在螺帽裡面不停的做滾動 這樣藉由這種動作來帶動螺桿與螺帽之間的傳動 所以它會由旋轉運動變成直線運動來達到傳動的效率 那像滾珠螺桿在工業界是非常常使用到的 那這樣子因為它的精密度比較高 那相對的它價格會比較貴一點 它的貴的原因在於說它的製程是相當繁瑣的 許多地方是要做研磨的 它精密度也會比較高 所以這樣子做出來我們才能達到我們想要的精密度 那這裡是運用了沙利沃斯來模擬出這個滾珠螺桿的一些用意 那這裡呢主要是一個示意用的 那這裡呢可能跟真實的滾珠螺桿的內部結構會稍微有一些不同 因為這裡未來我們會用神力列印把它列印出來做一個學習 那這裡剩下的有一些其他特色呢 我留在後面再來做一些解說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去認識它呢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首先呢來講解一下滾珠螺桿的特色 那滾珠螺桿呢我們從字面上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它是一個螺桿 那螺桿呢內部是有滾珠的 所以它叫做滾珠螺桿 那這裡呢我們最主要我們看到了它的螺桿的部分呢 跟腳牙螺桿是有點不一樣的 我們在腳牙螺桿的斷面我們會看出呢 因為腳牙螺桿它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T形螺桿 所以它的斷面這裡是T形的 不管是牙峰還是牙底都是T形的 這裡我們來看一下滾珠螺桿 滾珠螺桿它就是一個圓柱體 做一個螺旋的切割 那螺旋切割它的斷面呢是一個圓形的 那為什麼是圓形的呢 圓形是因為呢我們要讓滾珠在這裡面做滾動 所以它會在這個螺旋線這裡做滾動 相對的我們在螺帽的地方 它裡面內部呢也會是一個圓形的 那這邊我剖開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螺帽內部呢它也是螺旋線切割 而且是圓形的 那這裡我們就會看到這裡面呢都會有鋼珠 所以鋼珠呢它會連結的這個螺帽以及螺桿 所以我們在接觸的時候呢 內部螺帽跟螺桿是不會做接觸的 而是螺帽跟鋼珠接觸 鋼珠再跟螺桿接觸 所以它這樣原本如果是腳踝螺桿 它是一個面接觸 那面接觸如果藉由鋼珠的話 它就會變成點接觸 所以這樣子呢它的摩擦力會更低 傳動效率會更高 而且它的精密度也會更高的 主要是這樣的原因 那這裡呢在傳動的時候呢 大致上都是螺桿做旋轉的一個動作 那旋轉的同時呢就會帶動著螺帽 那螺帽一般都會限制住它的單向的方向 所以呢它就會變成一個旋轉運動變成直線運動 那這邊稍微給各位看一下它的模擬的狀況 像這樣子 那在旋轉的時候呢 內部的鋼珠呢 它會在內部這裡做一個無線循環 那像這裡它是一個外循環的一個方式 外循環呢它就是 它會把鋼珠這裡導向外面 再回到我們的內部的螺旋的地方 這樣子它會做一個無線迴圈 那在旋轉的同時呢 它在無線迴圈的時候 螺帽還會跟著做前後的移動 像這樣子去帶動它的 就是以這樣的形式 所以呢我們的鋼珠呢 它是不會掉出來的 除非呢我們在旋轉的時候 旋轉到螺桿外側 所以我們在做螺桿 滾住螺桿之類的裝配的時候 千萬記得我們 如果要裝配的時候 要整組去做裝配 而且我們在旋轉的時候 螺帽是不可以把它移出這個螺桿的 這樣子鋼珠會掉出來 這邊要特別記住的 那這裡呢滾住螺桿最大的特色是 它可以有高傳動率 而且呢傳動的精密度比較高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還有一點特別注意的 一般我們在螺帽側邊的地方 它都會做一個柱油孔 柱油孔的原因在於什麼 我們就是要做潤滑 那這裡我們滾住螺桿油 做潤滑跟沒做潤滑它的壽命是差很多的 據了解它是有差到十倍以上的壽命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確實的做一個柱油的潤滑的話 那你使用的壽命會更高的 那這裡因為它是高精密度的 所以在螺桿或是螺帽內部跟鋼珠接觸的地方呢 都需要做一些精密的研磨 所以相對的它製程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它的價格就會比較高 那這裡呢等一下來介紹一些 其他款項的一個滾住螺桿 那我們要怎麼去認識它呢 我們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來介紹一下外循環螺桿它的一些結構 那這邊呢給各位看一下它的爆炸圖 那我們看到那前後端呢 有沒有這個零件都不一定 這個主要是因為三一列後續呢 要來做限制用的 那最主要是中間這幾種 第一個是螺桿 螺桿一般都會有這個零件的以及螺帽 那這裡呢是屬於外循環的螺桿 那外循環螺桿呢它會有一個彎管 那彎管會沿著這個螺帽的外側呢 做一個循環式以及內部的鋼竹 這裡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爆炸解除 像這個樣子 我們的外循環這裡呢彎管會在這裡 然後結合之後呢 就會進入這個螺帽 是這樣的一個形式的 那最主要是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的一段小動畫 我再來示意給大家看一下 當我們的螺桿做旋轉的時候呢 它會帶動著螺帽 那內部的鋼竹呢就會做一個無線迴圈 像這樣子在外循環做一個滾動 以這樣達到我們傳動的效率 那這邊給各位去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內循環滾珠螺桿 那內循環滾珠螺桿呢 它的意思呢就是 鋼竹是在內部做循環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其實跟外循環有點類似 差別在於說它的循環的系統呢 會比較短一點 我們在外循環它可能是滾動的比較多圈 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那一般內循環呢 它都是只有滾動一圈 那這邊我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裡它從這邊開始傳動 在往下的時候 還沒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它運用的這一個 內循環的循環蓋或是循環蓋呢 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達到一個無線循環的功效 所以一般我們的內循環它的這個循環蓋或是循環塊的 它的零件呢 可能會有兩個是三個 分別附著在我們的這個螺帽內部 那可能有好幾個回圈 像這樣子 那這邊我是做了兩個回圈 那這裡呢 它實際上的這個地方呢 會比較簡便一點 一般的內循環的循環蓋呢 它的零件會比較短一點 那這邊是方便三義列印以及建立呢 做的比較大一點 那實際上呢 它的功效都是一樣的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它一樣 有一個螺帽 以及螺桿 然後鋼珠 以及循環塊或循環蓋 那以這樣的形式呢 把它變成一個 內循環的滾柱螺桿 那一樣我們在螺桿做旋轉的時候呢 鋼珠會做無線回圈 像這個樣子 不停的在裡面做回圈 以達到傳動的功效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端蓋循環滾柱螺桿 那這裡呢 端蓋循環滾柱螺桿呢 看起來跟外循環也是有點類似的 像這樣子 它一樣呢 是在螺帽內部做一個 無線回圈 那在這裡呢 我們在頭跟尾的地方呢 它會運用端蓋呢 來引導這個鋼珠 然後讓鋼珠呢 做一個上部的貫穿 再回到原本的螺旋線的一個 出死位置 以達到一個無線回圈的狀態 那這裡呢 有的是做成這樣子 那一般 端蓋式呢 它的這個 引導的這個地方呢 路循 它是會在做在端蓋這個部分的 那這邊是為了3G列印方便的話 那我是把它做在螺帽的身上 那最主要呢 它的功能還是一樣的 它就是讓這個鋼珠呢 從頭引導到尾 讓它不停的做一個回圈的動作 當我們在傳動的時候呢 這些鋼珠呢 會不停的在這邊做滾動 以達到我們傳動的功效 所以呢 這個端蓋式呢 一般會有頭跟尾 那這裡呢 是沒有 基本上是 一般會做沒有法然的 或是它的外徑會比較小 那空間會結成比較多的 那一樣 一樣是有螺桿跟螺帽 那它作動方式 一樣是用螺桿去做旋轉帶動螺帽 來做一個直線的往復運動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滾住螺桿 那這裡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總共有三種循環方式 外循環 內循環 以及端蓋式 那其實滾住螺桿 還有其他的循環方式 那這邊呢 比較深入的就沒有探討 主要講幾種呢 比較常見的 那這裡我們看到的3D呢 這裡的 它的結構呢 為什麼會做這樣子呢 主要是因為呢 未來我會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來驗證這個滾住螺桿 而裡面內部的鋼珠呢 那是因為3D列印它是塑膠的 所以這邊的鋼珠呢 我會把它用塑膠的珠子來做取代 就是BB彈 那這裡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呢 請持續關注本頻道 那未來呢 會用3D列印來驗證這個結構 那如果你想要3D的也可以 持續的關注 一樣我會來做個分享 那這裡剛剛有提到 我們滾住螺桿在 組裝的時候要注意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 千萬不要讓羅帽以及螺桿做分離 因為一旦分離之後呢 它的鋼珠都會掉出來 那掉出來 我們想說掉出來再裝回去就可以了啦 可是呢 這樣掉出來我們自己裝回去 有可能它的機密度就跑掉了 可能我們在傳動的時候 機密度都達不到我們想要的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的 以及說 我們的羅帽的地方呢 它都是會有做一個鋸油孔的 那鋸油孔的話 我們就要在 這個地方呢 安裝完之後 來做一個上游的動作 這樣子讓它潤滑 那我們在潤滑之後呢 使用上的壽命會提高許多的 以及說 另外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的 在滾珠螺桿呢 因為它是一個高精密的傳動 所以一般我們在這種環境下呢 千萬不要有一些 防塵防油 這邊要特別做好一點 因為這裡呢 滾珠螺桿它非常怕這些粉塵 或是油脂、水等等的 這樣子它可能會破壞到 內部滾珠的它一些 機密傳動 像什麼 我們的加工機有可能會有切削液 或是一些鐵屑 那滾珠螺桿是非常怕這類的東西 所以一般我們會在 這個羅帽 跟這個螺桿 這個部分呢 做一些伸縮套的保護 那讓它這些切削劑 或是鐵屑是不會飛進去的 但這個地方有時候呢 防水要做好一點 那一旦水如果跑進去 有可能它會產生生鏽或是損壞的 所以滾珠螺桿在這部分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在使用的環境下呢 是比較嚴苛的 那就是保護要做得好一點 那這邊要給各位去 了解一下 好那今天的教學呢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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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